陳妃貞anı審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加伊 那 呃 等我一下喔 欸這張 呃 按讚 好 借了阿伊 第一次該 第一次挑戰我會你們講的 還沒講聽結束 好 謝謝加伊 原來他不喜歡我的那個分享 他直接直接直接結束囉 直接結束 好好好 就重新來 重新來 這樣我時間還重新好 好 大家好 我是嘉義 剛剛介紹過 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題是 畫出圖像的旅程 那我先來介紹我自己 那我自己 我剛剛有聽到 有一位是做律師的行業 我大學跟研究所 我都是念法律系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念法律系呢 這其實要梳理到一段 過去的生命經驗 就是其實我國小三年級到國中三年級 跟一位好朋友同班 同班了七年 但是呢 在國中的時候 他們家發生兩個重大變故 第一個重大變故 是他爸爸被診斷出癌症末期 然後也在這個同時 他哥哥因為從事黑道相關的行業 在一次被警察領檢的過程中 因為他身上有改造手槍 所以他就拒絕領檢 那警察 他就逃逸了 那警察在追逐的過程中 他就是騎機車撞到人 而且非常不幸那個人過世了 被他撞到那個人過世了 這對我朋友來說是一個 他們家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 他父親也是在那時候過世的 所以那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覺得是非常無力感的 我覺得我身為我好朋友 我的朋友什麼都不能做 所以在國中時期 我會覺得法律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東西 它可以成為一個很有力量工具 可以幫助很多的人 可是我又繼續念了法律系研究所 我就發現在實際工作場域 我也在法院的訴訟輔導科實習 在事務所工作過 我就會覺得實際上 法律是用於知道怎麼運用它的人 而不是有時候不是真正保護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這也是我開始對教育產生的憧憬 所以我就開始接觸教育訓練 我就參加一個書版教育訓練 開始接觸視覺圖像記錄 那我就決定繼續 我就在走視覺圖像記錄的過程中 我發現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它可以跟人有很多的交流 也是我為什麼 我覺得雖然是念法律系 那走到不一樣的路 我覺得法律系也給我很多脈絡性的思考 那先來分享一下什麼是視覺圖像記錄 大家可能還會覺得很抽象 視覺圖像記錄就是在任何會議 演講、研討會 就是用圖像的方式把講者內容 用圖像一張圖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那它其實是圖像語言 我覺得它是一個圖像語言 所以視覺圖像記錄 跟設計跟藝術並不一樣 它不需要畫得很精美 但它主要是需要把你的思考脈絡畫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視覺圖像記錄 是可以用在每個人的生活中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這張圖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就在釐清自己 用一張圖釐清自己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享受做這件事情 然後做視覺圖像它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第一個是我覺得視覺圖像 就是把很多抽象的文字轉換成具體的圖像 因為我們在閱讀文字的時候 文字有時候是很抽象的 打一個比方很多人都喜歡旅遊 但旅遊過程中可能我去尼泊 我看尼泊文的菜單 可能即便它有英文的說明 但是我還是不知道它到底在講什麼 這時候如果一張圖 這個圖不一定是畫圖 它如果是一張照片 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讓我們了解 那道菜可能會是什麼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覺得視覺紀錄是一個 剛剛講到圖像語言跟思考脈絡 我會覺得它其實是一個共創的一個過程 所以視覺圖像紀錄不需要畫得很精美 它主要是能展現你的想法 就是一個好的視覺圖像紀錄 所以我畫這張圖的時候 其實是兩個燈泡 就是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想法 但是我又把這燈泡就是兩個人的側臉 因為我覺得我們人與人溝通的過程中 很多時候我告訴你我的想法 可是你聽到我想法的感受 會有一段的資訊落差 所以我覺得視覺圖像紀錄就是幫助 很好釐清彼此的想法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我覺得我自己在做視覺圖像的過程中 我也幫助我釐清到底我視覺圖像 為什麼我要做視覺圖像 然後我要對誰做 以及我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我要怎麼做 我也會畫圖像釐清我自己的狀態 那以下我就有分成八點 我覺得視覺圖像跟藝術跟設計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點是它其實是同步的 在任何的會議演講的過程中 我們是在同步進行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 有些合作案是以手繪的方式呈現 有些是以電繪的方式 用同螢幕的方式呈現 第二個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回顧 對於學員來說 用一張圖就可以回顧它 因為那個圖是我消化過的思考脈絡 跟大家分享會讓學員有很好的回顧 這一天這個演講這場會議到底做了什麼 而且我覺得視覺圖像 這是我覺得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在畫視覺圖像的時候 我畫完 然後在結束之後跟大家分享 我為什麼這樣畫的過程 我創造了很多連結 就是有些人會來跟我交流 為什麼我這樣畫 或者視覺紀錄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 視覺圖像其實我們人在記憶一件事情的時候 用圖像的方式是比文字快很多的 我們心理學研究我們70%都是用圖像來做記憶 包括我們辨識人與人交流的人臉 一個空間我們到一個空間的空間感 都是圖像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視覺圖像 它可以把很多創意的想法把它展現出來 每個視覺圖像紀錄的人化的話 都會表現出不同的思考脈絡 我覺得它是一個我覺得很棒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它也創造很多分享的可能性 因為它是一張圖 大家就算人跟它一起合照 然後傳在社群媒體也是一個很好的分享 大家會很好奇你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會議 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教育訓練 有這張圖像 那我剛剛提到就是圖像 我們其實每個人在溝通上 其實會有一些政治的落差 那如果有圖像來輔助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畫我的想法是對的 有些人就覺得說 這個你畫的不是我的想法 就會有一些溝通的可能性 所以那最後講到心有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 非常享受 我也覺得創業就是即便很辛苦 但是因為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有辦法繼續的做下去 那以下我就分享 之前我做過的案例這樣子 那我會來焦點台北其實是因為 之前有跟焦點私屬的合作 就合作了三場 就像是我覺得視覺圖像就是像焦點的Marker一樣 他可以創造很多任與人之間的連結 那這個是畫肯邦集團的執行長 那他就是把企業他走了 為什麼走了30年 他是第一個台灣把Salon跟美法結合起來的社會企業 那他跟這是肯夢 肯夢也是他的相關另外一個企業 他是做美容美法也是一樣 不過他是做了23年 那這個這兩個都是畫企業經營文化 因為我們一間公司 他的公司目標企業理念 很多時候都是用文字的方式呈現 可是文字的方式呈現 有些第一個不知道人沒有畫面 第二個你可能用很多時間跟你跟人家分享 你做了什麼事情很多經驗 但這可能是會花很多時間的 所以圖像是很好的幫助大家了解你在做什麼的事情 第三個是很多教育訓練的場合啊 就會有很多團隊溝通團隊建立的課程 相信我覺得今天在場有些工作的人 就上一些教育訓練的課程 那我就做一些教育訓練他們是動態的課程 然後把他們的想法跟做動態的活動中 大家會有些想法 比方說主管 那個主管他可能很強勢等等 就會有些很特別的狀態 所以這也是我覺得視覺紀錄非常有挑戰的地方 因為每一次做的東西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舉個例子就是 教育訓練這一場是同慶老師在講 三明治主管的溝通裡 那什麼是三明治主管 三明治主管就是中間主管 他需要怎麼樣溝通面對上司跟老闆 跟他要怎麼樣代理人 他夾在中間 所以我就畫出一個意象 這就是一個三明治 然後這邊是生菜啊什麼肉片啊 然後這就是一個這一堂課的主軸 我就把它用一個簡單的線條圖像把它畫出來 所以它是跟設計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這是視覺圖像紀錄 我們在紀錄的過程中 可能我們就有很多筆啊一個過程 那我的夥伴今天有來就是千宣 就是我們之前合作很多場案子 就是這場是做長期照護法的 就是那時候新法剛上路 政府跟實際的社公司 他們就做了很多的連結 那這是我們畫完的 就是當天畫完的一個圖像展現 那很有趣的是這一場有教授來問我們說 你知道社區培例是什麼嗎 你知道長照的議題這些議題 大家探討的內容是什麼嗎 我們其實在事情都有閱讀資料 然後做很多的功課 所以我們在現場很多學員來問我們說 我們是可以跟他有更多的交流的 那這一場是我跟我夥伴畫的最崩潰的一場 就是世界公民咖啡館就是每一個組別上台報告 報告他們想法 然後這場是有兩百個人 然後他每一場 這個有點不太清楚 每一場他都有不同的 每一組上去台上報告他們的想法 還有他們覺得實際在長照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我跟我夥伴就合作一人六分鐘畫一個 然後把他用一張很大張的圖呈現出來 那這一場是我畫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世界華語文教學是什麼 就是教外國人說中文 那這一場我覺得我學習到很多專有名詞 比方說有些人可能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這些東西都是覺得教中文沒什麼 可是他們會區分什麼是兔子跑了跟肚子飽了 對於外國人來說其實是很難區分的 然後最後最後我想要說的是 這場是我覺得應該說 我覺得做公益就是運用自己的能力所及做我們能做到的事情 因為我跟我夥伴都有覺得公益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場是李嘉童校長帶領一群社工孩子所辦的營隊 我們就把這些孩子在過程中的所有的一切把他記錄 用圖像記錄下來 然後這場是我們重視有一個協會他們是做環境保護的 因為他們就為了台灣的清漁他們發起了一個活動 就是他們從台灣華獨木舟到日本的石原島 然後這是我我們就是做公益場 把他用我們自己的能力做出來的事情 然後最後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歡 就是我們如何創造自己的幸運 就是不斷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你熱愛做你喜歡的事情 所以你就可以去克服更多你討厭的事情 因為相信大家在創業一定很有感覺 就是我做為了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需要克服更多我討厭的事情 所以這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句話 很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三者之間是一個很好的循環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